大家好,我是张张,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我们做一期好老公的特别系列 好老公拥有什么样的面向 如何从12星座中挑选一款好老公这个系列播出之后呢 很受大家的欢迎 所以我今天再次放送干货 本期的内容非常的实用 请大家不要漏掉一个字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请第一次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看完五分钟再订阅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和刚刚订阅的朋友 都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的人数目前还不够 但是我这几天感冒了 嗓子疼 不想再求订阅了 顺其自然吧 我万圣节的时候去海边聚餐 吹海风感冒了好几天 一直在打针吃药还没有好 等过几天就去看望大家 大家有人能告诉我 风水学在大学课堂中 它的正确的专业术语和专业名称是什么吗 它叫堪语学 也就是从这一点上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风水呢不是米信而是科学 它已经可以登上了全世界很多大学的大学课堂 那么我们现在掌握了十二星座的每一个星座的特点 接下来呢你就会遇到一位心仪的男生 或者呢你是一位妈妈 你要为你的女儿挑选一款如意的老公 那么接下来我分享的这些内容呢 可能会对你有实质性的帮助 看男人呢一定要先看他的脸 首先呢他的脸呢不要太瘦 也不要太狭窄 如果是一个标准的四四方方的 或者是一个椭圆形的脸型呢 那么这个呢就被列为上家的脸型 第二点呢就是女人看手 男人看鼻 那么我们的脸呢以鼻子为中轴线 所以呢你挑选的这款老公呢 他在这个中轴线上面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不能有痣 不能有斑 不能有疤 也不能有任何的坠生物 因为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 这个中轴线代表了他从16岁到76岁的全部历程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人生要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叫吴秀波 他的双眉之间呢就有一颗小猴子 但是并不影响美观 反而显得他非常的成熟 非常的帅气 但是这颗猴子长得不好 他长到了中轴线的位置 那就意味着呢 他人生中要有一次非常大的事情发生 而且这个事情呢不是好事 至于吴秀波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第三点看这个男生的耳朵 大家看一下我的耳朵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呢 他的耳高过于眉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呢是才气满满 他很有才华 也就是说他在读书的期间呢 他成绩一定会非常好 但是才华满满的背后的潜台词是 这个人呢也有一点刚愎自用 他的性格呢不太随和 另外呢他比较固执一见 那么我们找好老公的耳朵呢 一定要耳朵够大 另外呢他要有血色 就是他泛着粉红色 而不是辣黄色 灰黄色浅黄色 或者是灰白色 因为结婚呢 他还有一个使命呢 就是生儿育女 那么你首先要找一个身体 非常健康的老公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呢我们要看这个男生的耳朱 这个耳垂呢也可以叫耳朱 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找这个耳朱大一点的男生 如果这个男生的耳朱呢 他是朝前的 他是面向嘴的 那么就意味着他在这一生中 他会有很多女贵人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刘德华的耳朱 他的耳朱就是这样 所以他一生中遇到了好几个女贵人 其中他的妻子朱丽倩 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贵人 第一是看鼻子 第二是看耳朵 第三点呢要看他的额头 我们看一下一般人的额头打开之后呢 他是一个非常圆润的状态 但是有的男女呢他打开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美人肩 有美人肩的男生和女生呢 他们其中人生中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早早的少小离家出去打拼 他们得到家庭的资助和庇护比较少 如果是女生有美人肩的话 那么他会找一个比他大好多的一个老公 那么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有美人肩的一个老公 然后你也非常喜欢他 那么你就不要去奢望他的家庭能为你这次婚姻带来多少的帮助 这个是没办法去做到了 因为他的额头就代表了他的出身 所以呢他家庭对你们婚姻的资助呢不会特别多 这一点呢你不要心理落差太大 然后第四点呢要看他的唇 一般人的嘴唇呢都是由两半组成的 那么上唇主情下唇主义 如果上下唇都是一个非常均匀的厚度的话 那么就代表这个人呢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那如果是上唇薄下唇厚呢 那么就代表呢他的情很少 但是他有一定的义气 大家看我的唇啊我的唇呢就是一个正常的厚度 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的下唇唇呢非常的厚 是一个很漂亮的嘟嘟唇 但是因为现在老了嘛 所以胶原蛋白呢就有一定的流失 但是我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仗义的 非常讲情义的人 因为我也知道人呢他在开拓市场的初期 或者是他在闯江湖的时候 你身上必须要有侠客的精神 也就是说张张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可以拿得出手的 好老公的面相呢我分上下两部来讲述 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讲述上半部分 那么好老婆的望夫相呢 大家看这张图片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我 我基本上符合这个面貌特征 我是一个典型的望夫相 所以呢你们跟我打交道呢也会越来越旺 那今天就先这样了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订阅 记得打开小铃铛 因为我感冒了嗓子比较疼 所以我就不再喊求订阅了 希望喜欢的朋友呢帮忙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